市府廣場前兩百多位攤商集結 舉白不調抗議 怒控台中國菜市場 七月開始提高冷藏庫租金 是全台灣最貴 冷藏庫租金 從一坪兩千元 漲到兩千五百元 電令外收一度五塊 對比其他縣市一千七到兩千二租金 全都含電費 還比台北十貴 你只能有你收入增加 攤商怒控 正式暴力剝削果菜市場吸血 就連停車場也要收錢一小時三十元 貨車進出補貨 一停救市好幾個小時增加大筆成本 包括我們場內的業者 進進出出多次 我們每個月繳納一萬 到兩萬元的停車費用給果菜公司 兩百多攤航口業者二十多年來 乖乖繳納業績管理費 每個月八千元到二十萬不等 指控台中國菜市場 不但沒有更新硬體設備 就連租金漲價也是黑箱作業 一瓶兩千兩百五十元 然後電費每度三元 來作為我們新的冷藏庫出租的一個標準 即便農業局介入 攤商們依舊怒火中燒 希望果菜市場調整租金價格 停車場也要給採購客兩小時的免費優惠 要求三天內召開座談會 否則不排除進行更激烈的抗議行動 記者今天從陳正茂里雲杰 台中報導